MACARON 那成功一否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這MACARON底下的裙子有出來 裙擺都出來了 很均勻 我們有一些粉絲啊 來給我們訊息說 想看MACARON怎麼做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我們的MACARON吧 MACARON也是很easy的喔 我們的MACARON啊 是一個很簡單版的MACARON 可是呢 是比較低毯的 那我們今天重點是 難度比較高 是在MACARON的殼上面 那我們糖在這個平底鍋裡面 我們會加一點水 那有水在裡面可以讓它融合一下 那我們這樣下去煮會比較容易均勻 也比較不會有燒焦的鮮香 那另外我們把桶子裡面裝的是蛋白 我們也進到我們的一個機器上面 要備著 那待會我們在糖的部分喔 煮到110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機打蛋白 那110度到115度 大概可能要或許1分鐘左右 那蛋白就稍微會打起泡了 那這時候沖就會剛好 因為我們在沖的時候 蛋白是要稍稍打起泡 那另外一個盆子喔 我們也放的是杏仁粉跟滴粉喔 杏仁粉如果比較粗啊 沒有過篩完又倒回來的時候 馬卡龍做出來的球殼 有時候上面會有些顆粒 比較粗糙 沒有那麼平整 那我們現在溫度走到110度囉 我們先開機 現在115度 那我們沿著桶邊開始把糖水慢慢的沖下去 稍微簡單的刮一下邊 那我們都沖下去之後 我們會打一陣子 把蛋白打到硬 大概會打5到10分鐘 看量量多的話會打比較久喔 要打到什麼程度 另外一個方法了解就是 沖下去之後我們會摸桶邊 會覺得非常的燙喔 燙死人不燙 打到我們現在摸它的時候 是溫的就可以了 第二個 打到蛋白已經感覺霧霧的 我們所謂的乾性發泡 大概這種程度就可以了 可以打偏硬沒關係 那現在還是滿燙的 它開始會越打越溫 我們要加我們要的顏色 我們今天用的是色膏 色膏的話它的濃稠度比較高 加一點點顏色就很明顯了 我們的蛋白因為加的色膏 整個都變成一個紅色的喔 我們都用刮刀去攪拌 不需要用打斷器 不斷的去翻 把底部的粉把它翻起來 大概麵糊攪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的習慣 我們在這個配方裡面 我在拌完麵糊啊 因為剛拌完的時候它會比較緊 那放置一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擠的時候它麵糊比較鬆 那待會馬卡文表面會比較平滑 比較不會有尖尖的刺 那我們會準備一個這個耐熱電 那一般的話 我們在家裡沒有耐熱電怎麼辦呢 用烤盤子的話也可以 那盡量我們在擠麵糊的時候 每一個大小盡量是一致 那這樣受熱烘烤的時候 才能同時間出爐 墊著鐵盤下去烘烤 我自己這邊的方式是 我會烤八分鐘 時間到了之後 把下面的鐵盤抽掉 再烤十二分鐘左右 那目的抽鐵盤的原因是 因為它不會一次把它衝破 馬卡龍的球殼才會穩定 那當烤了八分鐘外型已經穩定之後 鐵盤抽掉再把底下內部把它烤乾 那這樣就很漂亮的馬卡龍了 那成功以否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這馬卡龍底下的裙子 有出來 裙擺都出來了 很均勻 那表面呈現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就是一個成功的馬卡龍 那內線的部分的話 就依照各位的想法創意 其實很多方式都可以去做 果醬啦 卡士達醬 其實都可以的 OK 那我們今天馬卡龍是不是很easy 掃描庫拉扣 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